用药首先要冠性病 要按正规方案要治疗 用塔丁药 用RCP0 这个是必须要用的 然后针对高危因素 就是导致冠性病的一些高危因素很多了 其中这是要合并高血压 高血压治疗 用常规用这个降血压 就有了五种 但是对于反复心脚痛发生的 我们用钙离子结抗剂 可以缓解一些心脚痛 然后最常用的 对心脚痛的时候 因为它是有缺血有紧张 我们用贝特受体组织剂 这个时候呢 它即将血压 又可以解敌心肌耗氧量 还可以缓解心脚痛的时候的紧张情绪 这样呢 可以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 所以呢 对一个反复有心脚痛的病人 用钙结抗剂 和用这个 贝特设体组织剂 这个对冠心病有好处 能缓解心脚痛 同时还有降血的作用 这个联合可能是一个 市场下来 什么事 最后还需要 那下去 使用锁 入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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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